为了响应世界海洋日 渔月鼠国立海洋科学博物馆及国立海洋大学 今天联合办理了启动世界海洋日的系列活动 渔月鼠将办理近海爱海活动及海洋废弃物创作比赛 透过废弃物的创作呼吁减少将废弃物丢至海洋 并且透过各项的资源保护措施善待海洋生物 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邀集了国内外的艺术家 搭起了装置艺术 八斗鱼村及海科馆的沟通平台 带领民众利用走出户外亲近海洋 并且利用自然的素材创作出永续海洋的环境 能委会主委陈宝基欢迎民众可以踊跃参与 透过行动共同来关心这片美丽的海洋 海蜡百川 台南四面环海 它这个环境的保护是我们更新重要 我们透过很多活动让大家进一步的来认识它 另外我们也做全国鱼苗的流棒的活动 这个是月资源的保育的开始 所以让它真正的能够 让海洋发挥最好的效率跟功能 娱乐署海洋大学及海科馆的共同呼吁 今年度世界海洋日系列活动非常的丰富 可以说是相当的预教娱乐 邀请全台的民众共同参与守护我们的海洋 健康我们的海洋 透过全民共同努力 以不同的方式及角度来亲海爱海 期待透过多做少塑胶 在全民共同守护当中 许我们的孩子在未来能够有个健康的海洋生态环境 韩生电台胡佑嘉农委会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